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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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君 你 Bien笑 height i I'm very25 你是今天來的 和你助我 大家只能拿回塘區域 謝謝 進來先坐 坐 在看東西 近來就快復活節 很多電影頻道都會播一些 跟最後晚餐有關的電影 反正今天放假你又來到 想要播給大家看看 不過有些問題我不太明白 我想請教一下你 每一套跟復活節有關的電影 總會講到最後晚餐的情節 我想最後晚餐跟我們基督宗教的信仰 都應該有很重要的關係 其實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最後晚餐當然是非常重要 因為耶穌和門徒吃的最後晚餐 復活節前幾天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耶穌最後晚餐後 受難、死亡和最後第三天復活 所以這三四天時間 在教會中是一個忠心的幾天慶祝 最後晚餐開始了 耶穌給我們最後一份禮物 就是祂在最後晚餐裡 將聖體聖事建立 以及預備門徒去延續祂的工作 賜予他們神父的職責 後來祂的死亡和復活 都可以將祂的工作轉移給祂門徒 這個最後晚餐也象徵了一個很重要的晚餐 因為在同一天祂在慶祝猶太人所謂愉悅的晚餐 這是正正我想問的問題 每年我們在教會中 慶祝復活節的三日慶祈 先是聖周四晚開始 就是紀念最後晚餐 其實當年耶穌吃這個如意節晚餐 是否都是星期四晚餐 當年是 因為我們清楚知道 他之後被人拘捕了 第二天他死亡 那天是一個星期五 所以當年最後晚餐 在星期四晚 也是猶太人的如月晚餐 他選擇這個如月晚餐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重要性 因為在這個如月晚餐 紀念猶太人當年逃出埃及 是釋放生命的開始 耶穌用最後晚餐 象徵祂的來臨 最終釋放我們 從罪惡之中的狗關出來 所以祂的死亡和復活 是被我們所相信祂的人 在一個罪惡的完結 和生生命 在基督之中的生命的新開始 最後晚餐的情節 跟我們平時在彌撒見的情節很相似 但有一幕 我記得每一年在聖周四才見一次 就是剛剛這裡 說到耶穌和門徒洗腳 其實背後耶穌想表達什麼信息 我在他洗腳的時候 這個伯多禄 這個門徒之手 他就說 你不可以和我洗 因為你是我師父 耶穌亦說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讓我洗 你就沒有分疑 在我之中 最後和每個人洗完 他就解釋 你明白為何要這樣做呢 在聖經裡解釋 我來到 就不是被人服侍 我是服侍你們 想為門徒明白 既然做師父都會服侍 我們追隨耶穌的一個很核心的概念 就是我們互相服侍 互相輔助其他人 甚至洗腳在猶太人之中 是一個很低下的工作 我們都要去做 我們都要去做 在這個洗腳的儀式 亦都象徵了 所以耶穌授權給他的門徒 何謂他的追隨者 或者再直接來說 何謂做這個神父 因為神父是象徵了耶穌 繼續的臨在 我們神父的工作 就不是高高在上 亦是反而要屈尊就碑 去服侍身邊的人 透過洗腳 你講了耶穌基督 建立神品聖事的時候 如何叮囑門徒 要繼續履行他的責任 但你也提過聖周四 更加重要的是 慶祝建立聖體聖事 其實在星期四的禮儀 我們如何看到這個慶祝 繼續臨演 其實有幾件事 當然每一台禮儀 我們都會慶祝聖體聖事 因為有成聖體 我們真的相信 這個麵餅和酒 是變成耶穌的聖體聖血 但特別在聖周四 通常都會更加隆重 那些經文會更加深入 通常在派聖體的時候 很多地方都會派聖血 隆重歧視 特別在禮儀的終結 會有這個聖體的遊行 因為紀念聖周四 耶穌吃完最後晚餐 他就和門徒離開 去了這個山縣祈禱 所以在聖周四的禮儀 完結後 跟平時的禮儀是不同的 因為完結的時候 通常會禮成 有唱歌有終結 但聖周四沒有終結 完結的時候 會把祭台收拾後 連同用正的領員 還有剩下的聖體 神父會帶著聖體 連同一起做彌撒的人 遊行 把耶穌放在另一個特別的地方 隆重歧視 這個聖體象徵了耶穌 跟當年耶穌一樣 去了山縣祈禱 我記得每年聖周四 跟著神父遊行完之後 大家的焦點集中在聖體櫃面前 但如果你看到祭台 平時祭台一定鋪布 有蠟燭 突然間很快 人們收了所有東西 整個祭台清光 只剩下桌子 其實為何要這樣做 和祭台布收到哪裡 這也象徵了當年耶穌 去到山縣祈禱 他就被人拘捕了 耶穌不再跟門徒在一起 我們舉行清理制台 和聖所的一切 象徵彌撒所用品 也代表耶穌不在這裡 所以彌撒也不能繼續進行 那段時間不會有彌撒 不會有其他禮言 所以這些東西拿走了 讓我們知道 憶記起就是耶穌不在他當中 被人拘捕了 去受苦 復活節三日慶奇說的第一日 然後跳到第二日 受難日那一日 我一路都不明白 明明那天耶穌受難 但英文叫做Good Friday 很悲傷 這應該是基督宗教 核心很重要的意識 我們所謂的Good不是因為受苦好 而是耶穌的受苦不是沒有意思的 他的受苦是將我們所有的罪惡 背在他的身上 他堅持到底 他在聖經裡面也說 其實不是因為他沒有力量 或是人家迫害他 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 而是他自願承受這些迫害 為何他會這樣做呢? 因為他想將一切的罪惡 背在自己身上 而在十字架上連罪惡一起 將一切最黑暗的東西釘死 所以他的死亡 是象徵了我們的罪惡和痛苦 那個無助 那個句號的一切死亡 讓他以為是生命的黑星 這個死亡也將他處死 所以耶穌的復活和十字架是分不開的 所以這個Good Friday 就是我們生活上經歷的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不如意 所有的災難 所有的疾病 不是句號 因為耶穌在十字架上 讓我們看到 他願意陪我們去到最終結 所以十字架透過他的復活 反而變成一道門 一道生生命的門 這完全是天主給我們一個禮物 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我們只需要相信 所以這個Good Friday 就是象徵了痛苦有終結 痛苦可以變成一個出路 變成天主祝福的一個出路 永生的一個出路 基本上耶穌的死亡是我們信仰其中的核心 既然紀念耶穌受難日 我想那天的微殺一定非常特別 其實很多時候有一個誤解 其實Good Friday這個受難日 那個是一個禮儀 因為四、五、六這三天的禮儀 如果你看聖周四是沒有終結的 周五禮儀是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的 是很特別的 遲些會再說 周六晚禮儀是沒有正常的開始 其實三個禮儀 反而變成三天裡 變成一大個很長的一個禮儀 所以在中間這一節 就不是一個禮儀 沒有成聖體 在周五禮儀 通常都會選擇下午三點 因為耶穌在聖經記載是下午三點死的 所以它的特點因為沒有開始沒有終結 就是在一開始和尾的時候 通常在梨撒有很多唱歌 但在聖周五是沒有的 進去的時候是縮靜 完的時候也是縮靜 你令我想起年年的聖周五 開始的時候又沒有音樂 走的時候靜悄悄走出去 中間就算我們唱歌 都沒有音樂陪襯 因為讓我們看到那天 我們陪耶穌一起 一個莊嚴縮目的感覺 而且就算是Good Friday 也是一個痛苦的一天 讓我們知道這個痛苦 我們真的要益記 因為耶穌雖然無條件為我們而死 但他的代價很大 你講開又令我計算數 聖經裡面也說 耶穌死後第三天復活 禮拜四晚建立聖體盛禮 禮拜五受難 一般教會禮拜六晚會慶祝耶穌復活 還當你之前那晚守夜 禮拜日就是耶穌復活 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 三點鐘計算下去 一天半而已 為何能夠計算三天出來 通常會說耶穌死後第三天復活 這要講一些有關猶太人的歷法 猶太人的一天不是一早開始 不是12時AM開始 他們的一天開始是日落後開始 還有他們計算第幾天是計頭計尾 所以耶穌死的星期五 其實是星期四日落至星期五日落 叫第一天 因為他在日落之前死 就算他埋葬也是日落之前埋葬 這是變成第一天 第二天是星期五日落至星期六日落之前 第二天 所以第三天就是星期六日落之後 其實星期六晚的禮儀 就不算是星期六的 就算是星期日 所以那天就是第三天 聖周五除了要去你剛才說的禮言之外 我還記得年年都要守大小齋 其實大小齋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我們要守齋 首先就是一年其實有兩天 是教會指定我們信眾要守大齋和小齋 第一個就是聖灰星期三 就象徵了四順期的開始 第二個就是聖周五 這個守冷日 大小齋這兩樣東西 小齋其實叫做abstinence 大齋就是fasting 這個小齋意思是不吃肉 不包括魚肉 不吃肉是讓我們可以做一個犧牲 大齋就是吃得不夠飽 意思是吃少些 通常的量度就是 譬如我們三個full meal 三餐 其中兩餐是要吃半飽的 這個象徵第一是一個黑己 一個犧牲 因為耶穌為我們做這麼大的犧牲 我們都應該做一點 和祂的共融結合 和祂一起犧牲 作為一個回應 和祂一起去慶祝 祂給我們這麼大的禮物 第二個也是等我們 當我們做這個齋戒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更加清醒自己 那幾天禮儀 令我想起一件事 每天神父 那件袍的顏色都不同 其實神父穿的衣服 有什麼意義 神父穿的顏色 其實是代表不同的象徵 這個四巡期 即是復活之前四十天準備的時候 和這個所謂章臨期 即是聖誕節前的一段時間 或者一些比較準備去悔過的禮儀 在祂裡面就要用紫色 紫色就不代表受苦 反而是代表君王的莊重禮儀的顏色 即君王來到 代表勝利 代表君王的來臨 準備我們的心向基督是我們的主 也有紅色和白色 白色通常是喜慶節日 譬如聖周四 因為紀念一個聖體和神品聖事 會用白色 或其他大節 如復活節、聖誕節 甚至復活節 一個很長的時間都會用白色 至於紅色 紅色有很多時候 我們是一些殉道者 或聖周五喜歡用紅色 紅色就不代表血 那意思是甚麼 是勝利 當然血和勝利 很多時候都分不開 因為耶穌是藉由他流的血 去取得勝利 既然周五的禮儀 紀念耶穌基督的壽難 其實整個禮儀 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要注意 周五這個禮儀 可以說是全年 最不像其他禮儀的禮儀 第一 他不是一個禮儀 而且紀念壽難 有幾個與眾不同 第一 每年都會在讀經裡 特別是福音的部分 用約望福音裡的耶穌壽難始末 一個很長的故事 通常每一個聖堂 會用不同的讀經緣去演繹出來 包括神父代表了耶穌的角色 這是第一部分 就是聖言的部分 然後有一個很特別的禮儀 就是敬拜十字架 神父通常會拿一個很大的十字架 進來 去展示給所有信徒 就是拯救我們的十字架的象徵 禮儀之中或禮儀的完結時 有個別的信友可以上來做一個敬禮儀式 有些人可能會上前去親吻十字架 有些人可能會在之前的跪拜 神父你也說了很久 你也有些口乾 我有些肚餓 有些人可能會停止機 先去吃點東西 好 神父,喝杯茶 先吃一件新買的胡蝶餅 謝謝 說完聖州,別想問一下 第二天聖州六 曾經聽過有些教友說 聖州六的禮儀 是一年中最完美的禮儀 為何他們會這樣說 星期六那天 在日頭的禮儀 聖州沒有禮儀 亦不會派聖去看 很多時星期六這天 教會會繼續鼓勵人去齋戒 因為耶穌已經不在 我們相信耶穌在這段時間 去了地府 當年去救那些在他來之前 已經去世的人 釋放他們去天堂 然後到那一晚 星期六、星期日 早上那段時間 他就復活回來了 那一晚的禮儀 因為聖奧斯定說 那晚是這麼多禮儀之中的母親 說到最隆重最隆重 所以就算是非教徒 也值得去看一看 因為他一開始 禮儀的開始 我剛才也說過 聖州四和聖州五的禮儀 是一大禮儀 所以開始是不同 是沒有正常的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神父會和教友 會在聖堂門口開始 有第一部分 就是隆重的 足聖新火的儀式 因為火有光和熱 是象徵了 正如光在黑暗之中 光照耀而黑 不能抗拒 同樣耶穌復活的新生命 他的救恩 是罪惡的黑暗和死亡 不能抗拒 所以聖火的儀式 是開始了復活節的序幕 中間也有一個點 復活節蠟燭 很多時候會看到一支特別大的 特別高的 上面有很多記號的 一個很特別的蠟燭 在聖元新火的儀式 會點著蠟燭 在禮儀的時候 聖堂裡全部是黑暗 每個人都會有 手上一支小的蠟燭 由點著大的複活節蠟燭 就會點著小的蠟燭 一直傳開它 神父會帶著大蠟燭 進去聖堂 一直到祭堂 這是第一個部分 在平時的彌撒 有三篇讀經 第一篇是舊藥 講述第一個天主 與以色列民族建立的盟藥 第二篇是新藥的書信 講述新的盟藥 耶穌訂立新的救恩後 早期教會如何生活出來 第三篇是福音 講述耶穌當年的時跡 在復活節的首夜黎撒 即錄曼這麼濃重的黎撒 如果讀完的話 計上新藥的那兩篇讀經 有九篇那麼多 一開始有創世紀 有最初他們的經歷 以色列人由埃及逃難出來天主 建立他們是一個特選民族 在出谷記的讀經 之後有四篇簡字不同的先知 當他們和天主的盟藥定立後 如何預言拯救墨西亞 天主的使者的來臨 拯救他們 真是完全出來的罪惡 新藥就會說救恩來了 因為耶穌的死亡和復活 賜予了給我們什麼 而福音的讀經每年都是一樣 都會講述耶穌的復活 和復活之後顯示給中途的一些聚述 所以在這個讀經裡 不單止是多讀經 每一個讀經之後會有聖詠 有唱歌 所以整個過程是經歷了整個救恩 由最初天主的計劃會有救世主來 如何演變出來 和最終耶穌所謂我們復活的奧積 給我們慈悅的新生命和新的恩寵 都會完全這樣讀出來 你說過由聖舟四開始 一直到聖舟六晚 其實是整個禮儀 不過分成不同的部分 我記得聖舟四在唱光榮仲之前 通常都會有人響鈴鈴 很長的 之後就開始漸漸沒有音樂 直到聖舟六再唱光榮仲時候 然後又會響鈴鈴 其實背後是甚麼意思 剛才我們說過聖舟四 耶穌最後晚餐 最後晚餐之後耶穌被帶走了 耶穌不在這裡 所以在這個光榮仲 復活之前最後一次唱聖舟四的光榮仲 是很隆重的 但聖舟四響完之後就靜光了 禮儀之後就是耶穌被人帶走了 是一個苦難 一個直靜 一個祈禱 一個默想 一個和耶穌一起哀悼的一個時間 直到復活節 星期六晚 星期日的禮儀 耶穌復活是一個很高興的一件事 我記得每年禮儀 最令我深刻印象 就是當神父講完道 和我們宣譯完信仰之後 就會進入成人入門禮儀 有一群後洗者會領洗 領堅鎮和初領聖體 為何成人入門禮儀會選擇在這一天舉行 因為救恩正正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為何會有復活節慶祝 問題應該倒轉來擺 不是為何這件事會在那裡 就是因為要準備入教 所以要慶祝福節 反而是因為耶穌救恩 所以人看到天主給的祝福 天主為我們所做的 他們的回應 令他們願意跟隨主耶穌 我們在天主教會 他們跟隨最圓滿的方法 就是接受入門聖事 即是領洗 領堅鎮和聖體聖事 你剛才說的禮儀 是否全世界天主教會 在聖州中所慶祝的禮儀 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大同小異 因為禮儀是編排在禮儀書裡 都是跟隨的 當然個別不同地區唱的歌 或是否加插多一些東西 都可能會有少少的出入 但這就是天主教禮儀的好處 首先我覺得 沒有天主教信仰的人 當中經歷了耶穌的受難 死亡復活的過程很深刻 很值得鼓勵教友甚至非教友 去經歷一下 看看天主教信仰什麼 我想這三天的禮儀都濃縮地演繹了出來 你說得對 好像我們看一套戲一樣 那三天禮儀 就像耶穌秀男朋友復活的時跡 在禮儀中重現出來 不過說真的 我肚子有點打鼓 肚不肚餓? 你想看東西還是吃東西? 當然吃東西 我請了 走吧 今天四月二十七日 天主教會第一次將兩位前任教宗 增幅若望二十三世 和增幅若望保禄二世一起宣勝 若望保禄二世為何會成為歷史上出訪最多的教宗? 若望二十三世為何會有 善良的教宗這個美語? 他對世界和平又作出了什麼貢獻? 想了解這兩位教宗的生平事跡和盛盛的旅程 請留意這星期的愛、常傳 看完這一集愛、常傳 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感受或故事 歡迎你打我們的熱線電話和我們聊聊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天主保佑 天主堡 天主上 天主的天主 這時候 放在山主 前説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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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